凡人修仙传48集,杰丹妖兽暴揍韩力,连神风舟都比不上她,把韩力折腾得很惨。 上集秦柱去婚后,韩力从她的口中了解到,七派当中有叛徒,即将要败亡的消息。 为了验证消息的真假,顺带能捞点外快,韩力就逼问出去婚放置宝贝的地方。 去婚说,东西都放在不远处的洞穴当中,除了来往的重要熟悉环有些法器零食,都一并让韩力取走。 心里虽然觉得取婚应该有问题,但韩力需要确定其派是否真的要完蛋,于是准备小心翼翼前往探寻。 为了避免取婚偷偷溜走,韩力就用定神符将其困住。 洞穴在不远的地方,韩力坐着神符舟,很快就来到此地。 知道下去寻宝一定有坑,韩力提前做足准备,前面以月光石探路,魁蕾打头阵,身体则用护盾防身。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,回来探完路,就从碎尸飞里发现了不少宝贝。 突然一变发生。 一道黑影冒了出来,想要袭击韩力。 幸好韩力提前反应过来,感应到有东西袭击,提前用护盾抵挡住了。 强大的冲击力,将韩力撞得连连后退。 只是还没有等韩力反应过来,妖兽再次挥动力爪杀了过来。 在将要被击中的瞬间,韩力提前跳台。 妖兽不肯善把甘休,静止朝着韩力刺了过来。 妖兽迅捷的速度,把韩力吓了一跳。 赶紧加速溜走。 妖兽在后面紧追不放,这次直接就弄了两个小爪子。 韩力担心一个护盾扛不住,就用了两个,龟壳和白灵盾全部召唤出来挡在身前。 但是妖兽的攻击还是很凶猛的,直接就把其中的一个护盾给劈成两半,只剩一个护盾还能用。 通过光线,韩力终于看见了妖兽的真面目,是指大螳螂。 根据原主描述,这只大螳螂最低也是四级妖兽的顶级存在,实力可以媲美杰丹初期的修士。 现在的韩力境界才是助击中期,没有颠倒五星阵的辅助,想硬抗个杰丹初级的妖兽,还是太难了。 于是认经实力差距后,韩力就想坐着神风舟逃跑,但是被螳螂给拦了下来,被逼无奈之下,才与其展开殊死搏斗。 这只妖兽非常抗揍,韩力的法器根本伤害不了她,之前韩力大发神威的子母刃都被她毁掉了七七八八。 而且妖兽的速度极快,连神风舟都比不上她,把韩力折腾得很惨。 后来的韩力之所以能逃脱,还得感谢玄乐师兄送来的大获剑,就是那贱隐身衣,穿着隐身衣的韩力,使得妖兽发现不了踪迹,才逃过了一劫。 能收服如此强大的妖兽,也让韩力想明白了霸占去混肉身的家伙,应该是个结单期的修士。 趁着她现在只有练气期的修为,韩力就把她给错骨扬灰,将去混的肉身拿了回来。 韩力是个报仇不隔夜的性格,大螳螂让韩力吃足了苦头,韩力也没打算让她好过。 继续潜伏过去,偷偷布置好了完整版的颠倒五行阵,将妖兽困在其中,借助幻阵的效果,将其弄得筋疲力尽,接着在轮番使用傀儡攻击,连续攻了大半天,鸡,让妖兽耗尽身上的法力,韩力就掏出个福宝结束她的生命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